本日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操 今天是又收到歷史最高 最後一盤 台積電又拉起來 我們看一下 台積電又拉起來 拉到790 這個20塊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20塊還不到3% 可是20塊就是160點 很補的 台積電市值是三成 很補的 所以你看台積電 台積電是誰的成分股 就這個 這個一定會漲 台積電在整個台北股市 占市值是占30% 但是在這一檔 我看是應該占50% 大約 台積電在1000多檔股票裡面 我們的整個台北股市上市的 占30% 你看它有多大就有多大 20兆 鴻海也2兆 第一名跟第二名差這麼多 第三名跟第二名差不多 你們發科 所以指數型的 這個是指數型的 這個就不是你們所謂的高股息 它創性高了 這個也是富邦台50 台灣50 這個是標準的跟0050一樣的 這種是高股息的 這個高股息 原道高股息 這個高股息 沒有創新高 這個高股息 所以你看很多人對這種東西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大概還會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些成分股 我不建議現在你去撈這個00940的成分股 因為這些股票已經不會大漲 我是跟你講結論 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回事 我一開始先跟各位談0050 就是說因為它有台積電 但是台積電不會在00940 也不會在939 台積電不是高股息 台積電雖然一連配十幾塊 但是它價格七八百塊 它當然就不是高股息 就沒有被選賬 那它是指數型的 對不對 所以每一種 它的每一個股票的特性 那為什麼 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很多人弄錯 因為現在大家都正面了解 你說這個漲跌重不重要 其實我一點都不會關心 它不會漲停也不會跌停 它不會大漲也不會大跌 它就是漲這個樣子 那它什麼時候才會漲兩成 像這樣才會漲兩成 可是這裡到這裡漲兩成 是台北股市漲了3000點 這樣你了解嗎 那如果00940也要漲兩成 那要漲到25000點 我不是有跟各位講的 那你說為什麼00919 929這麼會漲呢 人家在打到四季了 人家過年前就買了 你怎麼買 那時候大盤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來買股票 我們也都跟你講 17000啊 17000一次啊 對不對 那15000一次啊 16000啦 講錯了 16000、17000一次啊 都沒有多久啊 7年10月啊 那00919那7年10月在這裡啊 那它不是跟大盤亦步亦趨嗎 難道它自己跑大盤都不會跑 就是因為大盤跑上來 它才會跑上來 大盤上來它當然會上來啦 這是一定的 它也會上來 這是一定的啦 那大盤如果沒有上去 它們怎麼上去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股就 比如說009、940 它就50檔啊 那50檔它裡面成分股 它要按照全值比例啊 各個要投入多少資金啊 那裡面股票每天都會有漲跌啊 漲跌才會形成一個指數 那個指數叫ETF啊 那你要讓它這一檔基金 要讓它漲停嘛 要50檔股票全部漲停 你覺得可能嗎 那50檔股票會全部漲停嗎 還是全部跌停 不可能嘛 難啦 很難啦 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你買這種東西 你要圖圖什麼 你想要賺什麼大錢 你如果要在這檔股票裡面賺大錢 賺到兩成就好了 要到25000點 怎麼樣 現在是20500點 我問你 慢慢漲了 一點點點漲了 蓋了一點點漲了 這裡人2萬點了嘛 那漲了有了 這問一下 這段時間漲啊 這支怎麼漲呢 沒有嘛 沒有漲啊 我是說坡坡才能漲 你去山谷穿到大了冬 所以冬的冬 有賺到半仙值 没有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骑这个 如果这个 你说比如说这个 你骑到它长 那请问一下 这个如果长到 又继续长 这个如果又继续长 现在假设说继续长 它一定会长吗 不一定 短时间不一定跟得上 因为它的成分股不一样 它不是台积电 如果是台积电就会 0050就会 如果指数继续长 台积电那个0050就会上去 但是这个940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也不会大跌 那图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你买这种东西 是要长期投资的 但是也避免一次偶运 如果你在这个2万点的位置里面 全部把它 单着全部把它买了 你后面都没有资金了 那如果回党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加码了 因为这种东西是常年投资的 人家那个投资在0050 0056 那个都是一二十年才能够涨这么多 0050跟0056 你以为它一下子就变这样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买00940 939 你应该是我教你的 你每个月买 绝对不可能一次买进 因为现在目前指数在高档 没有这个条件 老实说呢 可是指数高档2万到2万5 那我可以赚两成啊 你赚两成你为什么不买股票 如果可以涨5000点 假设你知道股票会飙几倍吗 我讲的不是成分股哦 你不要搞错哦 我讲的不是讲你那些成分股 那成分股不是说不会涨 那可能是有的会涨有的会跌 那加加种种那平均值一定会输给 一定会输给人家 也许会打败大盘 可是有可能也会被大盘打败 不一定会赢过大盘 只能够赢过利息而已哦 赢过定存应该可以 我说如果指数涨的话 那如果指数跌一定是被定存打败啊 如果指数跌一定被定存打败 你也别想赚8%啦 不可能啦 你这边赚8% 结果这边价差数20%有个屁用啊 我讲的比较难听一点 你从10块钱变成8块赔了两成 结果你这边利息领到了很高兴 可是这边利息领的一点点 这边赔了一大堆 那这样干嘛 那是很厉害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各位 跟我的观众讲 你今天如果是不是 是一个长期投资者 或是一个小白 或者是对股票没有什么研究 我建议你要买这种ETF 你一定要用分批的方式 就是定期的买进的方式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什么叫定期你知道吗 比如说如果你有1000万 你每个月买100万 因为你会买到高的 也会买到低的 你千万不要all in 你all in的话一回党 你就全部套牢 因为这里不是12000啊 你12000我就叫你all in啊 或是15000啊 你压下去没有关系啊 可是他们2万点啊 条件不一样啊 你等一下我的意思吗 那如果你这样分批 每个月每个月买进 每个月买进 你会买到有高的有低的 不管涨跌你都买 要长期投资 而且要长期性的 每个月都这样做 如果是上班族小资族年轻人 那你每个月提拨 你不要把钱花光了嘛 每个月你要提拨多少钱 你自己决定嘛 看你的薪水的比例嘛 看你欢迎啊 你每个月提拨 每个月固定 每个月固定让他扣款固定 都不要停 不管涨跌 就像这样 因为我教过你的嘛 这支啊 这支就马上破发 是有好用 对吗 一挂牌之后马上破发 15块掉到剩下9块啊 你不是很厉害的 你不是说ETF很厉害的 怎样会帮帮 基索在这里就不同 17,800嘛 你这边发行当然是帮帮嘛 到一万两千六 当然他也是要帮啊 这高旗时的呢 你说当然是什么 特选的 而且人家还特选的 你也没有特选啊 对啊 你现在像元大台湾价值也很厉害啦 那统一 这支就怪怪 我就觉得这支就主要 我上面 我没想不想不想说它的 因为这支的名字 怎么让这怪怪 同意台湾高旗时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让名字让这支的形 算了算了 不要说正义啦 很怪怪啦 我是觉得怪怪啦 我没说什么啦 你也不要五块 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 这边就没在说正义了你 台湾价值听起来比较爽啊 当然也不会较好啊 他一定卖的比较好 因为刚刚看这个四个字 就有一千一楼了 隔单嘛 台湾隔单嘛 你在那 特选的呢 帮忙 特选的帮忙 特选的帮忙 所以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我们而已嘛 你屁说你六个月都要 每个月都要 全关店买到隔店 每个月都要 还会发给你股息 那平均值是不是这样子 平均啦 对吧 他平均就不在这里了 那如果你在这边买的人15块嘛 现在15块啊 你拚两年了 两年了你变没了钱 阿翁很厲害 你賺錢很厲害 你賺了兩年 有啦 阿翁要一些日式 日式多少 所以你說這支就是這樣 我現在解釋就是這樣 我會讓你了解 你如果要投資這個我不反對 我絕對不會反對 但是你知道我的方式 那至於成分股呢 因為它被炒作過 那你要有其他的申購 我已經講過 它要規模一直增加 投資拿到錢以後才會持續的買進 那如果沒有錢 它就沒有辦法買 那如果有人贖回 譬如說以後如果股市有回檔 成分股它就會賣出 因為它要賣出要贖 你要贖回啊 錢要給你啊 不然怎麼辦 就跟主動型的經驗操作的方式 是一模一樣的 大同小異 大概也是這樣 那我導師說 你為什麼導師要講這個呢 好啊 你們很高 我在做節目都有一個腳掌的 有一個步驟的 我說這個意思是說不要買這個嘛 我們要買AI相關的功能 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我說得大聲出來說 我說這個 我上班長講那麼多 人道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不要拒絕 不要拒絕 不要拒絕 那不會拒絕 那都去給你練 你拒絕什麼 人去給你練 人都已經拒絕了 人都已經拒絕了 人都已經 這個成分股嘛 人拒絕了 人都拒絕了 人拒絕了 人拒絕了 你現在可以幫我 人已經拒絕了 人已經拒絕了 你這裡怎麼拒絕 你怎麼拒絕 你怎麼拒絕 不拒絕啦 不是說不拒絕 不拒絕嘛 你看 人在這裡 人都拒絕了 人都拒絕了 人不拒絕了 你這裡怎麼拒絕 在這裡買得對 你在這裡買得對 不然很拒絕 不太拒絕了 對不對 人在拒絕了 你去買在這裡 也在散伴 在這種股票又翻證了 但是要拒絕困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什麼東西的股票大了 我們可以拿到比較多的錢 我們做股票就是要比績效啊 對不對 那當然你現在如果要賺塊錢 你要拼的 你要跟他摸牙堆啊 現在設備股嘛 設備股 你要跟他拼 但是有些人 投資朋友的個性 也不適合這樣做 他說他追高他很困難 創新高叫他摸下去 他會怕 很困難 你如果反轉到時 又跌停板要這樣做 有些人的 就是個性的問題嘛 那我都不反對 你要用哪一種方式去操作 我都沒有反對 你只要會賺錢就好 可是我要再跟你講 現在目前的AI相關公義院 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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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真的很便宜啊 那又有指標股又要串出來啊 鴻海啊 廣達啊 這個都是AI相關公義院啊 所以AI相關公義 他只是在醞釀一個 一個資金的一個集中度啊 他現在慢慢在吸納資金進來 那先由一兩檔股票先竄出來啊 帶頭啊 那接下來就是要犯世心啊 總司令要站出來才可以啊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這支股票 這支股票就是在 開始在看頭看面了 這支股票起起來 你這支股票起起來啊 對不對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AI相關公義 都會跟水跑來嘛 那現在開始的心 現在他們在經驗的心對不對 你看這一段時間裡面 是跑出鴻海 鴻海之前也都不漲啊 三年時間都沒有漲過啊 對不對 我說過鴻海都不敢去啊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舟 第三 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歡迎回到這邊 股票1700 800檔 你不要每一檔股票都要管 管不了 也沒那麼多錢 做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說該買就買 漲跌交給市場決定 你也許不懂這個意思 可是做股票就是這樣 你要勇敢的操作 設好停損交給市場 不要患得患失 不要想那麼多 那如果你做對的股票 賺了錢的股票 不要隨便賣掉 真的不要隨便賣 我也不要舉例 太多的例子 太多的標股 你賣了以後 它還是飛走了 你買不回來 除非你又把它追回來 但是你要多大的勇氣 大家都有經驗 賺錢的股票不要隨便賣 就是不要隨便賣 比如說散熱的股票 讓股票再整理 我買221塊 227塊 221跟227 這是我們的股票 我拿我們的股票來講 不要講別人的 現在再整理 我要不要賣 我不會賣 你知道為什麼不會賣 為什麼你不賣401 如果我這邊賣了的話 我這邊早就賣了 我這邊也賣了 我不會跟你耍嘴皮子 很多老師都說我賣了 跌下來以後 他又買了 或是他又有了 我賣了 你看沒有賣的話回檔 要漲起來 他又買了 漲起來他又賣了 不要在那邊消耗 說那種不太大 我就只要跟你講明 不賣就是不賣 為什麼要賣 他沒有破綻你為什麼要賣 老師要回黨呢 為什麼你不賣401 我如果賣401 那我300塊早就賣了 技術分析不是這樣講的 不要在那裡說那五四三 說那不好 不要往後跑 知道我意思嗎 你是聰明人聽我在講什麼 聽得懂就好了 是強勢股 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那你這個四星我怎麼不講 我怎麼不講呢 他說他就不會漲 我講也沒個屁用 講來聽點 所以我已經做過不曉得多少趟了 我也忘了 我這邊1825不是說賣一半嗎 那後來我說 你三個甜點板我也不會賣 我跟您講 五個甜點板我都不會賣 不要說三個 我成本在1800 我不會想賣 我就賣一半我幹嘛在賣 老師你現在告訴我們意思是什麼 我告訴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直在這邊跟你說明 你是我的老觀眾 我說我不會帶我的會員去這邊買四星 不會買四星 不會買四星 就是不會買四星 我有沒有一再重複講 我說指標過熱 技術分析過熱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你那個是在這邊買 絕對到不到好處 後來跌下來我不是說可以買了嗎 我有沒有這樣做 有沒有照講照做 那我買了以後 現在目前新的買單沒有賺錢 我還是跟各位講 可是你看我有因為這樣而閃避過嗎 不會 我是丁超耶 因為我有把握跟有信心會創新高 可是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給我時間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必須要跟著我操作 而要一趟一趟的來 這個要用價差的方式過去 你第一關來講 你先到頸線這個位置來講 就很厲害 到頸線 或者是到這個季線來講很厲害 你要先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以後 剩好幾次以後才會創新高 這個過程裡面是要有技術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而這個地方絕對是買點 相對位置是買點 那你說老師要買到最低點 不可能 少跟我講這一趟 我絕對不會跟你講我買最低點 我只要買到一個合理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我也跟我的會員講 也跟你們講 你跌得越多 我越有興趣 為什麼 因為表示這裡跟這裡的距離 越來越遠 那我認為會創新高 那表示這邊150萬我要拿到啊 而且我不只要拿150萬 我可能還拿到150萬的 1.5倍2倍也不一定啊 為什麼 我們用價差的方式上去 這個一樣啊 其實這檔股票為什麼今天 會比他以四千來強 因為這檔股票就是HBM嘛 就美光嘛 美光把它帶上來的嘛 就高評分記憶體我講過啦 今天創意會比較強的原因 也是這樣的原因 那創意今天比較強 為什麼沒辦法鎖漲停 因為他的朋友不幫忙啊 沒有人幫他忙嘛 只有這檔股票比較像樣而已嘛 他創新高你知道嗎 他還是高價股啊 2500了 一四千再不努力的話 就被他趕過去啊 有沒有 股票市場啊 是輪流在跑的 就好像現在 AI相關公園很多股票 你看啊 鴻海 都停不下來 一直要追想要追廣達 廣達怎麼可能要讓他追 這兩支比較會看的 還有就是散熱的極檔股票可以看以外 其他都滴滴滴滴啊 你看這支還沒看的 這支還沒看的 這支還沒看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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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還沒看的 還沒看的 這支還沒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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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市性沒有漲啊 所以就亂掉了 亂掉以後 從下游的先漲啊 所以鴻海漲 我們為什麼一直要提鴻海 我們沒有操作鴻海啊 可是我看到鴻海漲我也很高興啊 我不能說每檔股票我都要操作啊 或者是我現在才要帶會員去買鴻海 沒有必要啊 你們操作就好啦 你們有賺錢就好啦 我就替你們高興啊 那我廣達是我們在操作的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AI相關供應鏈這個是不好的股票 那輝達怎麼都不會跌 我只問你這一句話 美國的輝達怎麼都不會跌 那鴻海怎麼會大漲 廣達怎麼會創新的啊 所以你說蔚藍老師 蔚藍四星資源跟艾普這些股票會不會大漲 當然會啊 可是我不是我講了以後就明天就會大漲啊 不是這樣子啊 你要給人家時間啊 那你要相信我啊 你要跟著我啊 你不用等到漲起來以後你說阿丁超很厲害 漲起來以後再講也沒有什麼意思啊 之前四千五六百塊一千塊兩千塊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講的啦 你是我的老觀眾你知道的啦 交了好友Telegram193008 所以你要操作這些股票來找我啦 你找我就對我啦 只有我會跟你講這些股票 會帶你這些股票 這樣講比較明顯啦 好不好 那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